台北淡水捷運又出問題了 這次是刹車異常完全卡死 整個列車卡在軌道上 而更恐怖的現場還冒煙 很多民眾聞到了燒焦味 捷運列車又不齊了 27號上午8點43分 淡水線跟新電線交會的中正紀念堂站 竟然發生刹車咬死的狀況 列車卡在軌道上動彈不得 當然是希望改進啊 列車有無法移動 所以有啟動緊急刹車 所以那個冒煙的形象初步 應該是那個刹車咬死 真的很嚇人 還好不是在行徑之間 刹車出現問題 當時捷運高速近戰 刹車疊盤摩擦 還出現冒煙的情況 預備再啟動的時候 刹車第一時間拉不起來 有學者批評 根本是捷運刹車保養不當 就上路簡直是在玩命 車輛的保養系統出了問題 那我的建議就是說 它必須要整個保養的流程 還有就是說保養人員的訓練 這些東西呢 要再重新檢討一次 這是很嚴重的一個問題 是不是保養程序出了問題 捷運公司很低調 目前刹車有問題的列車 已經緊急送檢 只是捷運列車頻頻出包 已經影響民眾對捷運的信心指數 捷運新聞 楊晨仲宗 休息日文 台北採訪報導